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见于颜面这种暴露部位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不大使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 以非激素类的药物为主 比如说塔克莫斯软膏等 如果是合并有内脏器官的损害的话 我们可能会考虑 使用这种口服的药物 或者静脉注射的药物 口服的药物通常来讲是以 糖皮脂激素类的药物为主 这类药物的话 它的特点就是说见效快 当然它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另外的话就是 非激素类药物 比如说腔滤葵 腔滤葵的话可以缓解部分的症状 但是它对内脏器官的损害的话 治疗效果会比较差 如果合并有比较明显的 血液系统的损害 比如说白细胞降低的话 通常来讲 会需要使用这种糖皮脂激素类的药物 另外还有一些辅助类的一些中层药 比如说白草总肝 复方肝草酸肝等等 这些药物都可以作为辅助性的药物 另外还有一类增强免疫力的药物 比如说转因子 胸腺态也可以同时使用 但是这些是辅助性的药物 不是主要用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